完美世界动画第58集预告视频中 可以看到10号和芸汐撒糖 八火灵儿气得直接跺脚 打斗场面虽然不多 但对于喜欢芸汐和火灵儿的小伙伴来说 真心不错啊 接下来让小不点为大家分析一下吧 由于荒域灾难即将临近 芸汐的天人族逃难必须缺上界 但是缺少了一件重要的宝物 这件宝物是被10号借走的天神户币 而想打开上界通道 必须要天神户币辅助 芸汐因与10号有交情 被派来要回天神户币 不过10号本人对古神山并没好感 想要回天神户币那就难了 这不可把芸汐急死了 于是直接和10号干了一架 最终的结局不用猜了 芸汐被10号打了一顿 预告中还有一段10号和芸汐四目相对撒糖的画面 估计是10号救了芸汐 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这种撒糖的画面 也算是给芸汐增加了戏份吧 对于一些喜欢芸汐的观众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的 本来 火灵儿这词是不会跟着10号的 但由于芸汐的出现 火灵儿将芸汐视为情敌 当年10号在虚神界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当时 10号为摆脱火灵儿找借口约会芸汐 结果被火灵儿看到 火灵儿认为10号对她出轨 现在听到10号要陪芸汐去要都 火灵儿决定跟着去 火灵儿在动画中被设定为一个为10号疯狂的吃醋女人 当看到10号和火灵儿四目相对 气得直接跺脚 看来10号把她给气坏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另外预告中还可以看到 九头狮子变成了人 他们去要都的时候 10号带了很多人去那里 除了火灵儿和芸汐 还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10号的弟弟九头狮和大红鸟 九头狮子因外表招摇而变成人 变成人后的九头狮也很帅 甚至比10号还帅 起初 小布点以为这个人是10号变成的 但看到他和10号同框后 便打消了这个疑问 然后当看到他是用狮吼时 他基本上确定他是九头狮子了 除了九头狮之外 恐怕没有其他角色符合这样的设定 在这一集里还有很搞笑一幕 大红鸟又被坑了 他一次又一次被10号坑 这次去火国 10号忽悠他去火国拜朱雀为师 结果他没想到朱雀的名字叫小红 而大红鸟却叫大红 小红听到就不情愿了 大红便直接成了小红的出气筒 被10号坑取当了沙包 到了要都 大红鸟也被10号坑了 九头狮被10号变成了人 但大红鸟并没有变成人 最后被关在马棚里当宠物 对此小伙伴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